接下來要講的是目前不會出計算的齒輪 齒輪 齒輪就是它的邊邊有牙齒 然後可以一個扣一個的這樣子 然後互相咬合或中間經過鏈條連接 它會用來傳動或者是改變運動的方向 這有兩個 這有兩個 上面那個你們的力可帶那種 一個適時鐘轉 一個適時鐘轉 這叫做改變轉動的方向 下面是腳踏車 就是一個鏈條 兩個都是適時鐘轉 所以這叫做把那個轉動的東西傳動出去 所以有上面這種 下面這種 這個目前就只有問這樣 它要什麼功用 這個做什麼用 沒有任何的計算 但是萬一呢 萬一要算的話 重點是走過的牙齒數目一樣 有一個大圈圈半徑是二 一個小圈圈半徑是一 所以大圈圈的小圈的牙齒數的兩倍 然後它就這樣轉 所以大的轉一圈 想著要轉兩圈 跟輪軸不一樣 輪軸是輪轉一圈 軸也轉一圈 轉過了圈數箱頭 然後呢 就去算它會怎麼樣怎麼樣 當然前提是 中間掛東西的軸心的半徑是一樣的 半徑是一樣的 但是我想如果現在國中生沒有計算 有聽過就算了 沒有計算 那就考前面那個改變方向跟傳動而已 所以沒有什麼 來 腳踏車 腳踏車都看過嗎 來 腳踏車上面有哪一些簡單機械 我們學過了槓桿 我們學過了滑輪 我們學過了輪軸 我們學過了齒輪 OK 你說這些 這邊有哪一些 這起碼有三種 所以你最少要講兩種 欸 告訴說它在哪裡 告訴說它在哪裡 好 告訴它在哪裡 你最少要講出兩種 同時要告訴它在哪裡 來 帥哥男 帥哥男叫做 這都沒有男生啊 男生 還是沒有男生 奇怪 有 二分 二十八 二十八 那腳踏車上面 來看一下 腳踏車上面 有什麼東西 然後呢 在哪裡 我們學過的 槓桿啊 輪軸啊 齒輪啊 滑輪啊 這裡有什麼 不會喔 蛤 哪裡有齒輪 那裡是哪裡啊 腳踏的旁邊 腳踏的旁邊 就腳踏的地方啊 那是圈圈啊 圈圈啊 好 還有嗎 蛤 哪裡有人走 腳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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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坐 好 來 這邊就是齒輪 全跟後 你的掛鏈條的地方就是齒輪啊 對啊 OK 有齒輪 這是用來怎麼樣 傳動我們的轉動的 這個是槓桿 連在腳踏車的地方叫做 支臉 你腳踏的地方叫做 支臉 這是輪走 輪 輪胎的本身 輪子的本身就是一個 輪走 還有啊 你那個腳踏的地方 踏板那個轉動之間也是一個 輪走 還有啊 你的龍頭也是一個 輪走 融為這個輪走 就是輪走 所以腳踏車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它所用的機械 OK 可以嗎 可以 可以